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能提前回老家养老 花光积蓄盘下一栋百年城堡 用两年半时间 让他从破烂不堪变成顶级酒店 这栋城堡距今已有上百年 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当作医院 又在第二次大战中 成为一处临时的神学院 最终由于年久失修而彻底的荒废 别看他外面看着十分破酒 里面更是惨不忍睹 漏雨的屋顶 发霉的墙壁 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但扑面而来的历史感 却让大墙觉得他潜力巨大 于是他叫上弟弟二墙一起盘下他 打算将他改造成酒店或者餐厅 由于这处城堡并没有被具体分类 所以在改造和翻新上不会被限制 让他们可以放心地拆除 要想让城堡重新焕发生机 首先就是拆掉没用的隔断和墙体 将场地清空出来 才能更好的规划和设计 在大墙的预想中 一楼东面可以作为会客厅 南面则设计成酒吧和餐厅 二楼拥有更好的视野 用来做客房是在好不过的 而后花园足足有四公顷 光是散步都得一个小时才能走完 二墙准备找个设计师好好规划 隔天兄弟俩就摇来了挖机 一次性将里面全部拆除 同时还能将剑渣给清除 对于即将坍塌的一些威强 更是不能心慈手冷 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被工人给拆了个干净 要想浴火重生 就必须刮骨疗毒 木质结构的屋顶力经风霜 早已不具备遮风挡雨的能力 大墙使用超能力摇来高空作业车 对石瓦进行拆除工作 单单是这个项目 就花去了他整整一周的时间 此时从室内往外看 就能看到破旧的领条 而二墙则将拆下来的石瓦做成王座 后期可以重新使用 也可以尽最大可能保留城堡原貌 让现代和历史进行和谐的融合 这也是兄弟俩改造的初心 屋顶已经重新铺设好了领条 但墙体的接缝处还需要进行清洗 同时对残破的墙体进行铲除 为了得到更好的改造建议 兄弟俩特意选了一个周末 请方圆百里的设计师前来参观 既能接受不同的创意想法 还能省下一大笔设计费用 真是算盘珠子都直接躺我脸上了 尽管改造的工程十分浩大 但大墙两人并没有请太多的工人 凡事都尽量做到亲力亲为 坚决做到该省省该花花 就连铲车都是自己开 二墙更是学会了单手控制方向盘 期间两人不仅拆了所有生锈的设施 还重新设计了窗户的形状 对于一些历史遗留的巨石 大墙都特意收集起来 说不定后面能派上用场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他们还需要用混凝土浇灌大量 为此兄弟俩特意请来资深的瓦工 有些钱还是得交给别人赚 为了能保留城堡的原貌 他们准备用拆下来的石头 去填补被损毁的墙体 而地面也需要重新铺设 在那之前 得先用大型冲击钻 将原来的地砖全部拆除 半年的改造时间 兄弟俩已经可以操作大部分建筑机器 他们还在后花园里开辟出一处空地 用来当酒店的停车场 看着大小 停个上百辆大牢都不成问题 在靠近公园这一块 他们后期准备做城关紧落地窗 于是摇来挖机直接开走 屹立了上百年的墙壁 也扛不过挖机的物理攻击 再用混凝土加上钢筋浇筑地基 方便后面搭建新的墙体 为了让侧面入口保留之前的风格 大墙决定用原来的石头 搭建大门的框架 完成后就能和城堡也融为一体 隔天他们清除了大厅的石头 并向下挖掘出机坑 通过浇灌混凝土 提前做好大厅承重住的地基 随着一车又一车的材料被运过来 大墙兄弟俩的钱包也暗自哭起 不过他们坚信 等城堡改造好后 一切都会好转 只见大墙开着拖车 先用石头将地面铺设一遍 打好坚实的基础后 铺上一层细腻的沙子 而后再放上钢筋和防水布 用混凝土进行大规模的浇灌 这样做出来的地面 就算是导弹来了也炸不穿 如果炸穿了当我没说 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很快 被白雪覆盖的城堡更显得神秘 尽管大雪纷飞气温骤降 却没有让大墙退缩 一大早就忙着处理石墙的缝隙 由于石头之间的填充剂被风化 为了让墙面更加坚固和美观 兄弟俩先往里面打入特殊的填缝剂 接着趁着还没干燥 用铲子进行涂抹 等其完全定型后 这种和石头贴近的颜色 让墙面也能拥有过去的历史感 考虑到大厅需要做出两层 他们特意请了工人来做大梁 以及用来支撑二楼的立主 毕竟有些钱只能交给别人去赚 混凝土加上钢筋的配比 能让一房传三代 人走房还在 等大梁干燥后就开始铺设二楼地面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光是底下的支撑柱 就安排了上百根 接着铺设好钢筋 等第二天再用混凝土进行填充 这哪里是改造 分明是重建 好在有科技感满满的水泥车 能直接把管道伸到二楼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为了能更好地改造城堡 兄弟梁早已负债累累 为此他们不惜向银行请求帮助 事已至此只能勇敢一搏 半途而废不是强家人的风格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通过自制的钢筋框架 对房屋整体进行加固 城堡的屋顶内部 也安排了木制的框架 而且只要从窗户向外看 就可以俯瞰整个公园的面貌 这些视野比较好的阁楼 后期都将修建城关井房 同样浇住好水泥 静静等待一周才可以继续下的动作 闲暇时间 兄弟俩也会一起躺在地上 探讨客房的摆设和陈列 墙体的面积足足一千多平 所以填缝工作也非常漫长 再加上过程比较复杂 除了人工进行改造 并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取代 就算是四个人同时操作一平米 也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 偌大的城堡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铺设屋顶 铲除墙皮 每个过程都容不得敷衍 考虑到城堡的窗户比较少 导致室内的采光不足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添加不少的窗户 他们定制的窗户也提前送达 大强不放心地跟着工人一起拆卸 毕竟这种玻璃十分昂贵 一块就相当于他以前半个月的收入 在安装之前 还需要将支撑柱给拆除 二楼拐角是他们安装的第一扇窗户 从这里就能看到花园的全貌 对于这种专业的安装 大强兄弟只能发动超能力 请来工人全权负责 光是阁楼就给安了石膳 充满现代感的窗户 和古朴的城堡形成强烈反差 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由于塔楼顶部的石板年九世修 随时都会有掉落的风险 大强只能吃巨资买来瓦片 重新对屋顶进行铺设 这种传统的直面瓦 往往被用于城堡的屋顶 青色的外表更是彰显大气 大强不愿让弟弟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于是安排二强去清理后花园 自己则继续忙着铲除原来的瓦片 这个角度看下去 容易让人眼前发黑 难怪都说做人要往上看 只见大强带领着工人给竹塔安装领条 圆弧的造型 让木条安装起来也更加复杂 每个木条控制在半米 才能将竹塔给顺利包围起来 隔天城堡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 他是慕名而来的粉丝 并无常带来了一台洼机 帮大强处理花园里的树桩 以及回收石头加固挡土墙 大强兄弟对此盛情难却 只能任由他工作了一天一夜 与此同时 大强还在苦哈哈地贴着瓦片 为了省钱他一人揽下了这个工作 好在用了区区半个月 就将屋顶给全部搞定 经过半个昆年的改造后 城堡的外墙总算焕然一新 大强兄弟还利用暑假的时间 主动承接学校的活动 无常提供给学生们锻炼的机会 换句话说 就是在没有任何花费的情况下 得到了一些身强体壮的工具人 不管是后山除草 还是建立围栏 亦或是修缮石墙 他们都能按时按量地完成任务 而大强兄弟只需要提供一间废弃的房子 让他们下班后可以一起打游戏 就能让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感叹 你人还怪好的嘞 随着第一期社会实践的圆满结束 大小强内心都充满了不舍 毕竟围墙还只修了一半 考虑到富塔的顶部过于尖锐 无法直接在上面完成改造 大强从城里摇来一个塔吊车 只要用六根吊带绑在富塔底部的框架上 就能将重达上吨的屋顶吊起来 好在屋顶成功落地 但凡有一点失误 都需要斥巨资重新打造 现在只需要拆卸掉上面的瓦片 重新切割尺寸合适的木材 先将屋顶全方位包围起来 再一层叠着一层 覆盖上全新的瓦片即可 与此同时 大厅也开始设计楼梯的造型 当然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堡酒店 同样也需要配置电梯 所以要提前搭建电梯井的框架 这个过程只能交给工程队去完成 除了会花一点点钱 也没有其他的缺点 随着富塔已经改头换面重新做点 大墙再次请来塔掉 让屋顶感受了飞行的快乐 在这次旅行过后 短暂的自由也随之结束 塔顶被送回原来的位置 继续守望着这一片茫茫故土 随着外部的轮廓完成改造 城堡终于来到室内装修的环节 只见他们先是用钢架对室内进行分割 这里作为城堡的二楼 将被分成不同的客房 用来招待入住的客人 老旧的石墙外需要覆盖上石膏板 才能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 不同的房间拥有不同的景致 而二墙偏爱这间可以俯瞰花园的厕房 为了确保室内的保暖隔热效果 还需要在门窗的缝隙里塞入隔热棉 好在室内的装修比较简单 让大墙二墙也可以亲自上阵 省下了大量的人工费 而酒店大厅也在紧锣密鼓地建造 工人先是用混凝土浇灌了大厅二楼的地面 再将楼梯也给做好 只需要等上两天两夜 就能放心地走上去 也不怕留下脚印 接下来的半个月 大墙都忙着处理客房的墙面 不仅重新走了水电 也铺设好了天花板 为了能更方便地建造城堡 他们往一个房间里放入床垫 决定以后暂时征用这个房间 这样每天醒来就可以直接上岗 主打的就是一个争分夺秒 花园的围墙历经百年早已破败 只能重新修缮 这对于兄弟俩来说又是个巨大的工程 但是为了给客人更好的体验 他们也只好顶着炎热的太阳重新建造 之前从城堡拆除的石头 也重新派上了用场 正式成为围墙的一员 考虑到客人的休闲区域 大墙将门口设计成露台 面积足足有150平 原本并不看好他们的居民 现在每到周末都会过来参观 花园的入口被设计成拱门形状 而原本荒芜的草地上 也长出了嫩绿的新芽 二十间客房统统刮好了膩子 只等着软装进场 城堡的改造历经了一年多 从原来的破败不堪 到现在的壮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